第1章 成功 第1章 成功 又又又 這是練健康的指環 大家前兩集有沒有認真看呢 你們都回覆我這首看喔 謝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做出更好的內容給大家 好~~大家有沒有看過 Wiz Brook 搶到籃板球之後 直接從前場衝到後場 爆扣的畫面 有吧 根據NBA的測試結果 他運球從底線到另外一端底線 只需要花3.36秒 那你要花幾秒 嗯? Dora 所以今天我就要針對 如何提升你運球衝刺能力來做介紹 首先我分析一下運球衝刺這項能力 所包含的幾個細節 第1個 你本身的衝刺能力好不好 第2個 你的運球技巧好不好 第3個 結合前兩項 也就是你的協調性好不好 關於協調性其實你可以去看我們 另外一支影片 也就是我們劉唱哥所拍的 這支影片 那針對本身的衝刺能力這個項目 我其實很好懂 你今天如果本身就跑得不夠快 你加上運球 你有可能跑更快嗎? 不可能嗎? 這個道理很簡單 就像你今天要煮飯 你只有鍋子沒有米 你要煮什麼? 那第二個部分 運球技巧 我講個最好懂的 你今天全速推進的時候 你的球是砸向前方 還是砸在腳邊呢? 很好懂吧? 那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留給我們其他 籃球訓練專業的訓練師去做分析 我只負責體能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會針對 本身的衝刺能力提升來做訓練 所以我們要怎麼在健身房 透過訓練來增加自己的衝刺能力呢? 衝刺能力包括你的 基礎肌力 衝刺的機制 以及初期的加速度能力 這三點 缺一不可 那其實我也不瞞各位 要訓練衝刺的能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衝刺 就這麼簡單 但是礙於健身房的場地限制 你可能沒辦法隨心所欲的衝刺 所以還是有幾個可以替代的動作做選擇 讓你可以訓練你的衝刺能力 讓你跑得更快 那我們就請助教來做示範吧 更快了對不對 讓我們歡迎昨天才在籃球場上大殺四方的最強助教出場 那我們今天動作第一個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 但它是一個系列 我們要請助教示範馬克超 那它是一種田徑場上非常常見的知識跑法練習 那它可以有效提升你跑步時的機制以及效率 那馬克超其實有非常多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會示範簡單的四種 那我把它定義為A1 A2 B1 B2這四種 那我們請助教先示範A1 來 很好這就是A1 來從那邊做A2回來 非常好 那我們B1示範一下 對抬腳畫 對 那往下畫的時候收在你的寬度下方 對 其實馬克超它的細節很多 但是由於我們影片時間關係 我們不會講得太細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上網搜尋 甚至來問我們都可以 那我們B2 OK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動作 馬克超 好 第二個動作 坐姿擺地 它其實是練習我們衝刺的時候 手臂擺擋的機制 那這個動作看式簡單 其實做起來很多細節 我們先請助教直接示範一次 對 首先你要注意的是我們手肘 現在一開始就踩於一個90度的狀態 然後上臂這一段不要黏在身體上 它要跟著擺動 不是只有前臂 像機器人一樣在甩 對 然後大概手掌會從我們的臉 到我們的寬 然後擺臂的同時 你的軀幹不要跟著旋轉 你做個錯誤的旋轉來 對這個是我不要看見的 再來就是你核心 整個軀幹的穩定 要維持住 要駝背 這幾個重點 把它做好 來示範一次 就是這樣 它做得很好的同時 你看它屁股 它只有在跳動 我們進入第三個動作 槓鈴深蹲配上彈力帶 這個動作加上彈力帶的目的是 讓我們在向心階段發力率提高 並且在蹲到底 再到站起來 到站起來目端的時候 它的力量持續輸出 加速持續產生 來示範一下 好 我們第四個動作 弧鈴深蹲配合彈力帶 然後我們加上彈力帶的這個模式 可以讓你的 弧鈴擺盪的過程中離心階段加速 進而引發更強大的髖關節爆發 來助教我們直接開始 Easy 好我們進入最後的動作 推雪橇 好 推雪橇這個動作可以良好的模擬 我們衝刺時的三關節曲曲 再到三關節伸展 好 那我們直接推第一個模式 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踩的 那這個目的是為了讓雪橇從鏡子 再往前推進去克服它的最大近摩擦力 等於是練每一步的第一步爆發 好我們再示範兩米 好那第二種 我們先把它轉向來 累啊 第二種就是連續衝刺 讓力量持續輸出 持續產生那個加速度 來助教 非常好 就是這樣有沒有 它要賠錢了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